霹雳以保四名经常聚在一起打羽毛球的好朋友 在半年多前被一名一起打羽毛球的公司经理说服 掏出血汗钱投资一家名叫Vis Future Global的外汇投资公司 以为每个月可固定领取10%的回酬 但没想到钱交了出去 上线却宣称公司要进行重组 迟迟没有发回酬 直到今年4月 四人才领到200多令吉回酬 以为已经是手的云开 但公司竟然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 网站和WeChat群组突然关闭 让四名市主找不到负责人 而联络说服他们加入的上线Mr.Su时 上线则用各种借口推堂责任 Mr.Su有跟我们说 那再加上他有跟我们说 不管这间公司发生什么事 他也是有保险公司保证的 就是说万一这间公司跑路的话 保险公司也是会有赔偿的这些话 所以大家也是相信 直到4月尾了 什么都没有了 连网站也没有 连WeChat Group 就是要联络这个本人 就是SSM里面这个注册人的人 已经没办法联络了 你说你们不用担心 你说钱一定来的 就是好像 整天都推我们啦 很多理由 你不用担心 多多5月 我们知道不对落开了 所以我们去做一些support 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陪同这四人报警和召开记者会的 巴占州议员张志坚透露 根据他查回的资料 这家公司在吉隆坡的投资者超过100人 投资额超过100万令吉 而在槟城则有300名以上投资者 投资数额超过300万令吉 如果公司真的崩盘 相信受害者可能达到数百人 他们恐怕将损失好几百万令吉 张志坚除了提醒民众谨慎投资 也提醒那些帮金钱游戏公司找投资者的上限 不要以为不是公司管理层的一份子 就能逃脱责任 因为说服他人赚非法的快钱 也是一种犯罪行为 NTV7 霹雳采访报道